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1年之后搞的新政 那么我们发现 它也有很多弊端 也不能够适应 国内外形势的这种发展变化 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个事情 引起了中国 各个阶层人们的一种高度重视 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1904年 日本战胜了俄国 就是我们讲的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东方的一个小国 是原来被人看不起的一个日本 居然那是以小克大 小国家战胜了大的国家 以亚错欧 亚洲国家战胜了欧洲国家 他们认为这个事情呢 是赫然为历史之功利 就是违背了历史这个功利 原来那都是西方国家 他居然东方国家 大的国家居然小的国家 那么但是在日俄战争当中 日本东方的一个小国 战胜了欧洲的 俄国的 俄国是一个大国 他们认为这个日俄战争啊 不是日本和俄国的战争 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呢 立宪专制 两正体之战役 日本实行立宪 俄国是专制 日本战胜了俄国 就是立宪制战胜了专制 那么因此这个事实啊 就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过去那种专制混乱之国家 专制的国家 不足容于 二十世纪清明之世界 就是专制的国家 很难再自立于 二十世纪这个世界舞台上了 那么这样啊 就是一九零四年 日本战胜俄国 就为海内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要求在中国改型立宪政体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 一个事实根据 他们更加起劲的 那么在中国要宣传 要实行这种郡主立宪 这是在野的立宪派 那么在日俄战争之后 开始大规模的 来宣传要实行郡主立宪 那么在这个时候 清政府内部的一些 地方的总督啊 巡抚啊 中央各个部院的 是吧 这些这个尚书啊 侍郎啊 包括清朝最高统治者 那么都对于日本战胜俄国这个事情 感到震惊 感到很震惊 甚至感到不理解 就是说他在考虑一个问题 日本为什么能够战胜俄国 那么他们想 那么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 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 人们所讲的什么技术啊 运会啊 说这些概念呢 又令人琢磨不定 也很难解释 日本为什么能够战胜这个俄国 那么他们就开始考虑 除了以立宪不立宪 来解释这个问题 其他的说法 都没有办法给人们一个 是吧 可以完全认可的这么一个结论 他们就考虑 日本为什么能够战胜俄国 只能够从日本立宪 和俄国没有立宪 这个方面来解释 他们考虑到 以前中国 向外国学习 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生产技术 一些科学技术 但是没有能够使中国 走上独立互相之路 没有能够解决 中国封建社会当中 所存在的各种弊端 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那么清政府的最高统治阶级 就要考虑一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引入西方的 这个君主立宪政体 来改变中国这种 积弱积贫的这种局面 给中国的这个封建专制制度 给清王朝的统治 注入一个新的活力 他们就要考虑 采取君主立宪制度 是不是可以保证清王朝的统治 可以万事不替 就是万年都是由清王朝来统治 保持他的皇位永固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的驻外公使 特别是驻西方列强的公使 你比方讲 驻法公使孙宝奇 驻英公使汪大谢 那么驻德公使胡维德 驻美公使梁城等等 那么他们纷纷的向清政府 那么打电报 要求清政府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而且他们讲 因为俄国没有实行君主立宪 不但失败给了日本 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给日本 而且引起了俄国国内这种革命 那么他们以俄国发生革命 那么对清王朝进行劝说 劝说清王朝要实行君主立宪 首先海外的驻外公使 那么向清政府 那么再次督促清政府 要实行君主立宪 那么与此同时 国内的一些地方总督或者巡抚 那么特别是国内的一些 汉族的地方都府 像云贵总督丁振舵 胡广总督张之洞 梁广总督村轩 两江总督周富等等 就是国内的一些地方总督或者巡抚 他们也出于不同的目的 要求清政府改行君主立宪 那么在这些地方都府当中 有些人是希望通过君主立宪 来抵制已经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有一些地方总督或者巡抚 是希望通过君主立宪这个活动 增强自己的这种权力地位 那么还有些地方总督或者巡抚 他们真的认为采取这个君主立宪 有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 就是震衰起弱 那么因此这些地方都府在这个时候 也开始纷纷的提倡 清政府要改行君主立宪 那么在这个时候 掌握着清政府的重要的政治 军事 军事 经济 外交 各种大权的袁世凯 人们当时这个袁世凯权力很大 号称叫做清政府的第二政府 那么这个直立总督袁世凯 那么在这个时候 也上奏折 要求清政府要减派清贵 吩咐各国考察政治 以为改正章本 就是袁世凯也要求清政府 派自己的一些新型大臣 到世界各个国家去 考察他们的政治制度 那么然后呢 回中国来做一些改革 以为改正之章本 就是作为中国 进行体制改革的 这么一个参考的样本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就是原来对于改行君主立宪 因为它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涉及的一些政治问题 对于君主立宪 从来不敢发表自己意见的 不敢赞议词的 书臣疑心 亦稍稍有持其说者 就是一些王公大臣 军机大臣 那么在这个时候 也开始在议论 是不是可以改行君主立宪的问题 那么我讲这个问题 就是要讲清楚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初 清朝统计纪内部 提出来的这种君主立宪的主张 这种议论 那么进一步的加强了国内的 这种立宪的呼声 是吧 使这个时候国内 要求改行君主立宪的 这种政治主张 表现的更加迫切 更加具有普遍性 那么当时有一个报纸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是讲到当时的情况 他说呀 今日立宪之声 洋洋遍全国以 立宪之声 洋洋遍全国 全国都在讲立宪的问题 上次薰器大臣 下载孝舍学生 弥补曰立宪立宪 一唱百合一口通声 也就是说 到了二十世纪初 改行君主立宪的问题 已经成了当时人们的一个 很普遍的一个政治话题 或者很时髦的一个语言 那么当时 上次清廷官员 下次一班的学校的学生 都在讲立宪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改行君主立宪 已经是一个大势所趋 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挡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清政府就开始考虑 在中国改行君主立宪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题目呢 叫做清廷访行宪的确定 那么上次课我们讲到 这个清政府啊 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是他的一种无奈的一种历史抉择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清廷啊 预备立宪 或者访行宪的一个最后的确定 那么这个伊克团运动失败之后啊 作为清政府的一个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慈禧太后 那么他通过国内外的一些报刊杂志 是吧 发布的一些文章 那么对于中国人 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这种政治呼声 已经是有所耳闻 听到一些风声 那么也有所感悟 那么用当时这个报刊的文章来讲呢 说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啊 对于实行这个君主立宪问题 叫做的异议犹疑 就是慈禧太后对这个问题 还是犹豫不决 那么慈禧太后 在伊克团运动之后 对于中国改行君主立宪问题 那么采取了一个暂时的一个容忍态度 没有像戊戌变法时候那样 给予这个严厉的镇压 采取了一个暂时容忍的一个态度 那么为什么慈禧太后 这个时候 对于中国人要求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采取了一个容忍态度 那么我理解呢 大概有这么四个原因 那么首先一个 就是在伊克团运动之后 帝国主义列强 要求中国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 以适应列强对中国的区略的需要 那么对于列强的这种要求 慈禧太后不能够不给予关注 那么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在伊克团运动当中 慈禧太后一度对外宣战 是吧 那么这个命令清军呢 围攻外国使馆 那么这样呢 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中国被迫同西方国家签订了 空前其辱的这个薪酬条约 那么伊克团运动失败之后 慈禧太后虽然没有被列强定为祸首 给予承办 慈禧太后仍然是清政府的一个最高统治者 那么但是慈禧太后对于这个事情 多多少少的 是有一些这种愧疚的 感到自己做错了事情 有责任 那么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呢 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 现在闹到如此 总是我的错头 就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了 是吧 这个慈禧太后和光玉皇帝逃到了这个西安 他说这个事情 说我做的做错了 上对不起祖宗 下对不起百姓 也说慈禧太后 在伊克团运动失败之后 有一段时间 那么他曾经感到自己不太好意思 如果实行君主立宪 是不是有可能 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 这是个真正的巩固 能够真正的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有的文章在讲 说慈禧太后曾经考虑 说如果实行君主立宪 说如果实行君主立宪 是不是有可能使我满洲基础永久 确顾 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 就是慈禧太后也在考虑实行君主立宪 对于清王朝的统治是否有利 那么这是第三个点 第三点 那么第四个原因 就是在戊戌政变之后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关系一度很紧张 那么慈禧太后后来多次企图要废掉光绪皇帝 也遭到了失败 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慈禧太后就考虑 如果实行君主立宪 是不是可以对光绪皇帝的权力进行限制 那么他也希望对光绪皇帝有所限制 那么正是由于这么多重的原因 使得慈禧太后 那么他就暂时的容忍了中国社会内部 这个提出来的要求立宪的这种政治主张 那么由此我们可见 慈禧太后容忍一部分人提倡实行君主立宪 并不是出于怎么样使国家能够独立富强的一个公心 这是带有很多自己的私心杂念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 慈禧太后在立宪问题上存在着个人的私心 因此他对于这种纯粹外来的这种政治理念 你比方说中国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从本能上他又感到非常的疑虑 他又不放心 因此就不肯轻易的来认可这么一个政治主张 那么因此慈禧太后 在改行君主立宪问题上 他采取的态度是非常小心谨慎 那么因此后来清政府在派载责等五个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时候 清政府颁布的上誉 就是特别申明 申明什么呢 说考察政治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是吩咐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 而不是说考察宪政 君主立宪 是考察一切政治 考察一切政治 然后怎么样呢 以其责善而行 选择他的好的 这个方面我们来学习 那么至于是不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要等待清政府这些考察政治大臣 做了调查之后 是吧 如果发现果无妨碍 真的对清政府没有什么不好的方面 没有不好的这种影响 则必决意实行 他好 那么我们就实行 如果对清政府的统治有坏处 有害处 那就不实行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清政府内部的一些封建顽固派 那么对这个问题呢 看得很清楚 这个封建顽固派在讲 说清政府派这些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知己知彼 参逐得失 说并不是专指立宪而言 也就是说 慈禧太后 在当时容忍了立宪的这种呼声 同意清政府派员 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是吧 他是希望呢 去学习西方的一些可以借鉴的一些东西 哪些东西 有助于清王朝的统治 是要责善而从 那么清政府派遣的这个五个考察大臣 是吧 到达了西方国家之后 那么就突然像打开了一扇窗 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跟中国这个社会政治啊 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 在这一扇窗户里面